请不认识,日本Nusman已经化了一百年历史, 在迎接这个重要日子里, 日本Nusman的工程团队开始研发了不同的新技术, 应用在这个Z系列上, 这部L507Z就是打响这个Z系列头炮的产品, 这部产品的性能和效果, 在原音音响的真体验示范会里, 大家可以感受到。 多谢各位,今天八毛之中的抽空来, 其实Luxman也是一百周年, 不是开玩笑,声音是一定的保证, 这套加起来就非常不容易便宜, 充满底厅, Luxman L507Z, CZ系列头也是Luxman的, 今天推出804D4, 究竟这些声音会如何呢? 我待会给大家介绍, 不过今天首先, 请到俊敏的负责人M&D 你好,欢迎大家 他就是俊敏的负责人, 当然Luxman比我更熟, 由你先介绍,好吗? 好… 好,你来 好,欢迎大家, 今天参加这个小型的演示会, 长话短说先, 我想先介绍一下Luxman 507Z, 今天的主角先, 相信大家对Luxman的合併机, 我估计你们都会类之一二,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由旷古初, 一推出全名的时候, 合併机都是一样的型号, 但是之后会在后面的型号, 会改变不同的字母, 像上一代的UX2, 这一代的EZ, 这次EZ, 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2025年的时候, Luxman刚好一百周年纪念, 他们为了要庆祝这个一百周年纪念, 他们就相对研发部那边, 就想了几样的设计出来, 以前我相信, 他们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feedback设计, 就叫做ODNF, 全名叫做Only Distortion Feedback Facilities, 这是他们的设计来的, 就沿用了好几代, 由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 第四代, 他们都发现都用了很久了, 加上因为一百年周年纪念就到了, 所以他们现在, 另外创新了第二个feedback的线路出来, 就是叫做Live, Luxman Integrated Feedback Engine System, 刚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是用了在Viro旗舰的后级M10X内, 但是这个507Z, 是第一次在他们的合併机之中, 使用了这个系统的, 如果大家有比较的话, 你就会听到他们的feedback, 是完全有到了另一个境界, 根据厂方的规格来说, 就是说, 这旧的系统到现在, 和这个新的Live系统, 它那个distortion, 就是他们厂里面的数据, 就是说, 新这个是要少多一半的,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一百周年的重点设计, 其他规格那些, 就好像里面, 就是用了自己特製的EIO, 就用了8粒的电容, 每一粒就是1万mL, 共8粒的, 在应用这部产品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看一看的, 如果使用RC输入的话, 就应该使用Line1的输入, 因为Line1这个输入, 它是用了达到20mm的插座, 使用一些高级的信号线的画, 都适合连接, 和这个插座, 它是用铜和黄铜, 两样金属结合而成, 传导性和坚固程度, 都是更加理想的, 至于平衡传输方面, 由于这部L5072Z, 是用了二负三正的设计, 如果信员部分, 使用了二正三负的话, 我们就要将模式由A转去B, 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传输上位, 或者一个最佳的信号传输, 其实每一次, 每一次,每一次, 我都做得很努力, 这是真的, 因为大家知道, 歌声音很漂亮, 歌声好听, 一只, 叫做打孔桥, 陈炳桥, 因为陈炳桥是一个, 是在很乡的地方的歌手, 他在录音的时候, 亦拿了一个很简陋的录音机, 录影机的这款, 以为录音是录音, 就是PCM来的, 录音, 就是这么简单, 录音简陋, 有时不知为何, 录音的效果非常好, 陈炳桥一只拿了一个吉他, 录音, 就录音, 好像这个打孔桥, 其实是用了土话来说, 你只要听他唱歌, 他都告诉你, 但他在现场的气氛, 因为他除了他自己唱之外, 旁边还有一些, 那些阿叔和阿伯在聊天, 就像一个地方那样, 喝酒聊天, 那些环境的感觉, 很棒, 这些有时不知为何, 突然间有这么多声音, 没人知道的, 可以听听, 那些声音很棒, 唱歌又很自然, 录音出来, 那个环境的效果, 我听了这么久, 都是觉得其中一个最好的录音。 《西部电了》更回路的 unleashed声音, 《西部电了》也護士和声音未知对音乐, 突然会在那边的河台, 不思认中国艺马な音乐, 你看他唱歌是否很自然 而且最初那些疑惑菇在旁邊說話 知道嗎? 其實他不是說到處放麥克風 他說兩支麥克風就這樣收起來 但這個錄出來的效果是否很棒 因為這個初出的時候我們不知道 有個台灣朋友幾十碟過來 我聽說是唱客家話的 你們聽聽 我只要唱客家話 不知道他唱了甚麼 但聽完之後 是不是 那個人的感覺 就是說音樂其實可以沒有僵解 只是好聽 要不要聽 大家可以聽到 是不是 其實他前級後級包含裡面 還能不能裝瘋爐 裝東西的 他本身有帶MMC瘋爐的了 有賣了 有賣了嗎 有賣了 不過其實他的瘋爐都不錯的 因為那些瘋爐是有名氣的 他真是… 其實現在出這些機器才是 發瘋的福氣 起碼水準 層次分明 高低音差了一盡 而且他的平衡度 最重要是聲音不要迫 不要偏向高音或低音 或者中音太厚 好 聽到0405 那就到06了 選一隻是中樂 叫做陽春白雪 因為陽春白雪是王靖 以前是香港的中樂團 首席的琵琶樂手 他跟上海的交響樂團的弦樂組 彈這個陽春白雪 琵琶原來是一個很大動態的樂器 有幾種樂器 琵琶 古增 有幾種中樂器 那個動態是很厲害的 滴打不用說 滴打一吹就去到很遠都聽到 滴打的穿透力很厲害的 大家聽聽王靖 這個非常好技巧的琵琶曲 陽春白雪 好 你們有多少感動? 沒有 認不認 剛才聽了人聲 別聽了我剛才的中樂 好, 那我… 其實本身我自己對古典 完全沒有抗拒 有些朋友說 聽古典很難 特別,如果聽歌劇是否覺得很害怕 聽聽這個很容易鬧的喝酒歌 如果聽古典或聽人聲 或聽大棚的東西 就要聽擴音機和喇叭夾的層次 即是說人聲 譬如兩個男聲、兩個女聲 接著有一對樂隊 聽聽它有沒有重疊 或者聲音的平衡度 高音的分佈 或者人聲的吸引力 和樂隊的距離 大家要研究 留心一下這些地方 聽古典的音樂 都不是那麼艱難 是否很熱鬧 夠不夠氣氛 其實歌劇的《茶花旅》沒有拍手掌的 因為這是一個在德國巴登巴登的一個音樂節 裡面四位男女歌手出來唱臨美的時候 是否拍手掌的 你覺得今天的演示會認識你覺得OK嗎 OK 想不到日本機現在都做得不錯 都很容易別人聞歌 打下八指 因為投入音樂 OK啊 是 Luxman是一個強項 音樂感 你覺得你的投入感 吸引你的投入感 這個是強項 剛才那個歌曲的氣勢 淡了幾夜都很厲害 難以為拍手掌很厲害 是呀 很難出的 是 合影機真的很厲害 每首歌都很有驚喜 尤其是東諾的高低dynamic都很好 801D3和801D4都很完整 這間公司有這個 你從一代轉第二代 你不能夠改一條路 做幾樣東西就當作收錢 他真的用了好心 這些東西都做過了 一聽說你會覺得OK啊 他真的很舒服 令我想再聽聽 他那個大腦出貨 會覺得很漂亮 嗯 你有機會做新的 謝謝大家